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這樣子喔 這沒有鏡頭 就看鏡頭 看鏡頭 大家好 那我就先開始喔 OK就是這次報稅 報稅系統這次真的是 人生中難得的體驗 對就是人都會出名15分鐘 我大概用掉了那個 10分鐘在這上面 對啊那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當時報稅系統上線的時候 的前因果果應該是前一年的時候 就是就是部長被問說 有很多人在用Mac版 那Mac怎麼報稅 然後部長就跟他講說 去找人借Windows 然後就被罵爆這樣子 然後所以隔一年就生出了Mac版 可是Mac生出來的時候就很難用 對他可能又用了一些 就是不好用的元件 他要下載Java這些事情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時候 就是當天就是其實 這是2017年的當天的 我找到那個朋友的貼文 就是把他那個罵掉了 這是真實的那個貼文 他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其實台灣有這些人 他有知道他這些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的人 對可是他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他沒有辦法 在台灣發生 他寫說報稅在台灣發生機率有多低 他覺得就是零這樣子 那我看到很多貼文 我本身是一個UIUX設計師 我也覺得我本來想跟風這樣子 去罵一波的這樣 可是後來就發現 真的是太多人在念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的個性是這種 對就是 如果你有一千個人在前面罵 那這件事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去當那個一千零一個人是沒有用的 那我就想說 那除了去罵之外 我還可以怎麼做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當時就剛好說 我知道唐鳳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我就想說 就是唐鳳說他有在做這些事情 那我就想說那我去寫寫看好了 對其實我覺得 我好像是這個平台裡面 第一個提案的人 本身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的人 對可是就是 好像可能是 有能力的人不知道這個平台 或是他們就覺得這件事不可能在台灣發生 那但是我就去試試看了 對那這件事情是試的時候 對我就覺得 對我去找出 有可能去解決問題的方法 去找唐鳳我寫寫看 然後就寫這一篇這樣子 對那當時在寫這一篇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寫什麼 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去寫的 對那你看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內容也是一兩句一兩句這樣子 他有那個格式 然後那種格式我也沒寫多少這樣子 我就想說反正就提提看這樣子 對然後我後來就 就是很多人複意啊 然後我就想說 這好像蠻有意思的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人說就是在 財政部有一位同仁 就是拼命的回訊息 然後就想說 這個人真的是有用心 然後晚上九點鐘還在回這樣子 禮拜六還在回這樣子 我想說財政部你這樣子聘工讀生不行喔 就是怎麼可以這樣子去虐待工讀生 然後後來到時候 然後後來開寫作會議的時候還發現 然後原來是 原來就是養大哥 對對對 對 其實這幾件事情 幹到時候就會覺得說 原來就是 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政府還是民眾 有些人有能力 或是有些人有心 就是縱使 你在這個環境當中 會覺得這個環境就是這個樣子了 好像不可能發生了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平台或一個管道 或是有任何一件事情 可以讓這件事情有機會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發生像這件事情這樣子 對啊 那我其實這件事情 當下就 對對對 就是我就想說 我還可以怎麼去做 那問題是什麼 所以其實當下的時候 我就有跟 我們開寫作會議的時候 我就有跟 讓 讓財政部資訊中心比較知道說 為什麼就是我Windows也是做成這樣 為什麼我做成 Mac版就被罵到翻這樣 對 我就其實有告訴他說 因為 我就讓他看到使用者在操作的時候 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在碰到 碰做成事的時候 就是做完之後有一個 滿意度調查表 對 你可能 你可能報的很慢 可是到最後到 終於報完了 很高興 然後就滿意度貼得很高這樣子 所以你最後 最後的滿意度 或者是 你就是報的很順 可是你就亂貼 你就覺得這個爛的爛東西 就是你就去填得很糟 這都是他的意見 對 可是我就不只讓他看到意見 我讓他看到使用者在真實的狀況 我們找使用者真實來測試 對 這是使用者真實的聲音 他說他到這一頁的時候 就是他說到這一頁 哇這一頁真是有夠華麗的 然後他在這一頁待了十秒鐘 然後會心裡在想的是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是誰 我在哪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樣子 對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反應呢 就是 我們Windows版也長這樣 十幾年來都這樣 為什麼他會這樣 後來我其實就是說 其實 其實是因為環境改變 因為現在我們大部分都用手機在看東西 那我們手機看到界面長什麼樣子 首先看到界面長的右邊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都把資訊變得更容易被閱讀的 更容易被瀏覽了 所以使用者幾乎不閱讀 大家在手機上閱讀一篇文章是什麼時候 你在看Facebook的時候會閱讀嗎 對 你都是被訓練的 你是瀏覽這樣子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可以瀏覽 你要把資訊變成可以瀏覽 使用者才吃得下去 不然他根本就不看這樣子 那我們就當時就有去解釋說 其實你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就是可以 這些就是酸民 或者是酸民背後他其實是專家 對 他給他這些專家的機會的時候 他其實有辦法讓你知道說 你看到你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 其實是這個這樣子 但是他比較理解的時候 他就會去 我們後來就比較有去看 看每一頁到底發生什麼問題這樣子 因為 其實我們只做一頁一頁的服務 可是使用者在這個頁面上有很多個行為 他可能要填寫啊 他可能要確認 他可能要上傳要申報這樣子 對啊 其實我們發覺就是每一頁都去 每一頁在做出來的當下 這是當時在開工作坊的時候的頁面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每一個頁面的時候 然後我不會不是像過去就是上線了之後 然後才去測 才去讓使用者看到 我們在有這種Prototype那個頁面 我們看到這頁面原本的樣子 就是他顏色都還沒有上上去的時候 對我就已經可以讓使用者去測試看 讓使用者去按按看說 你這時候會按什麼 你這時候會不會做錯事情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知道說他在哪頁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 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對其實這就是我去做的那個益用性測試 就是你有沒有看到就是 這是報稅的手機板嗎 報稅的 報稅的 報稅讓你Mac版手機板也有做 OK 就是他其實你看你就看到說 第一頁的時候 第一個用者會去點上面的顏色 然後第二個用者會覺得金融品這有問題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頁沒有問題 第三頁有人有產生一些疑惑 有兩個人有疑惑 然後第四頁的時候有 有一個人選錯 有一個人選 有一個人不知道怎麼選 有一個人選錯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每一頁裡面 有哪些人碰到什麼問題 那個三 紅色那個三是表示他做錯 或是沒有辦法進入下一頁 黃色那個地方是 就是使用者有一些問題 但是他可以自行解決 OK 所以我每一頁我都去找使用者來測 我都知道這一頁他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哪些問題比較嚴重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去請大家來看說 好如果你現在就完全沒有時間 你這1 2 3 4 5 選擇身份頁系統頁 身份頁頁 歡迎登錄頁 說明頁許可頁 這些頁面 如果你沒有時間改 你只能改一頁的時候 你要改哪一頁 歡迎登錄頁 很明顯對不對 對就是那個歡迎登錄頁 三個人裡面有兩個人做錯 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是他三個就兩個做錯 OK 那至少我們可以去看看說這一頁應該有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去調 要不然上線之後30萬人有20萬人倒 停在這裡 你當然會被罵難用 那這些畫面我們就是 設計都還沒有開始畫 還沒上顏色 還沒有特別上顏色 然後那個程式開發他也根本還沒開始coding 我有一個初稿的時候我就去找人家測了 所以這時候我去變更設計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個設計師來跟我講說你又來了 對 那也不會那個工程師來跟我吵架說你這個需求變更 就是我這一段流程的過程當中 從開始到結束的過程當中 我很清楚在很前期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現問題有什麼了 所以我就不斷地再調整這個介面這樣子 我不需要到最後的畫面都出來的時候 我才會學會這件事情 對啊 那這件事情就 所以上線會好用 對啊 所以那個上線的時候 左邊那個畫面才會被大家看到說 哇你怎麼這麼清楚 對啊 因為我們就跟剛才有一個一樣 就是說 就是說 欸對 就是原本是長這樣子 原本是叫這個樣子 那你在這邊的時候 然後他會就是 就是登錄自然人憑證的時候 會忘記自然人憑證密碼 登錄健保卡的時候要註冊 那他其實你現在只給他選項 他不知道選項過後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對 所以他就說 這哪是倒數的軟體 這是那個密室逃脫遊戲 就是拿到這個鑰匙之後要來試很多事情 那所以我們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做得可以瀏覽 所以做得可以瀏覽才會變成像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畫面這一個 這件事情 對就是 你給他選項的選項 後面可能會碰到哪些困難 這些困難我可以怎麼解決 所以我在給他選擇的時候 就很讓他知道說我要 我要準備哪些東西 所以這時候使用者就不會覺得 原來要註冊好麻煩喔 他這邊就知道要註冊 那這邊就要去找健保卡 健保自然人憑證 這邊就知道密碼忘記要怎麼辦 他不用再去Google了 其實這件事情 全部都是先了解民眾 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才去修改原來的設計 那是越早發現問題 越早能夠修改設計 你花的成本越小 對啊那這件事情就比較 而且你越容易把東西做好這樣子 對啊就是 那時候是陽 承辦 承辦 就是葉承辦 哦 那個材質中心的 對對對 葉坤明 對啊現在要叫他 科長 對現在要去科長 今天去碰到他是科長 對啊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這些事情在幹嘛 我們看完工作坊的時候 他是慌張的鑰匙 你到底要幹嘛 就是這個便利貼 這個必報紙我怎麼跟長官報告 我們今天做了八張便利貼 可是他就陸續就是把這些事情去整理出來 然後現在才知道 哦我大概知道 那時候為什麼用便利貼 為什麼用這些事情 然後那個流程是什麼 他當時應該也是非常慌張的 對不過他經過這段慌張之後 把這些事情問題整理出來 把這些流程整理出來之後 講給別人 他現在應該也是可以講給別人提 而且知道這件事為什麼要這麼做 所以今年的手機板報稅他也有去 手機板報稅他也有做類似的事情 也是同樣的去先去 他就是 就是不是在像過去一樣先 反正是我的單位 發包給某個那個系統廠商 那系統廠商就只來問我 說這個機關你要什麼需求 然後問完就照我的去做 然後就叫民眾自己去操作 他本來是 就是你先來問機關之後 出了一個版本之後 先去問使用者 先找幾個使用者來按看看 測試看 然後發現說有什麼樣的問題之後 然後就想說 然後就是就可以跟機關反應說 我發現使用者有什麼樣的線下 你在做這件事有什麼樣的線下 所以我們建議要怎麼樣的調整 對 那我們有這些事實 知道你推給民眾這樣的服務的時候 你是一個新的東西 民眾看不懂 像今年的那個手機板報稅 本來要叫做MID 就是他那個手機認證 本來要叫MID 它上面就真的寫MID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沒有人知道什麼是MID 對啊就是民眾不會 因為你取了一個英文字 他就知道它是什麼 後來他就發現算了算了 我就叫做行動電話認證 大家就會看到說 有行動電話認證 所以我要準備好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可以操作了 就發現說民眾在做選擇的時候 並不會因為他的名字而去做選擇 而是根據你這個東西要準備好哪些東西 這些東西他哪一件事情他比較好拿到 而去做選擇 戶口名簿我要找爸爸媽媽 金融品證我沒有 金融品證我沒有 金融品證我可能有 那個 然後手機我有 好我就選這個 對啊就是其實我們這樣更了解民眾 他是怎麼去做選擇的 更了解民眾在這個時間點他需要哪些資訊 那怎麼把資訊設計成他比較好吸收的樣子 對那其實都是 主要在這政策推行的過程當中會比較好 讓民眾接受的一個方式 這個畫面後來打疫苗 預約疫苗也是這個 他其實都是一樣嘛 就是你要讓選擇的時候 你要給他資訊去協助他評估 跟你去買iPhone也是一樣嘛 iPhone會給你一個介面 你知道是iPhone mini 還是iPhone Pro 還是Macs 還是什麼 對他要多少錢 他的規格是什麼 的這些事情要說清楚嘛 對啊那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就是 經由這個形式 就是先了解 先了解民眾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先了解民眾在使用的過程中碰到哪些問題 然後趕快去調整趕快去改 這個過程其實比 就算一開始不知道我在自己在幹嘛 對可是你就是突破了這個心理障礙之後 找到找到對的人 然後帶你走過去之後 他其實這件事情就可以有這種 比較好的成果這樣子 OK好謝謝志願的分享 那我想同一件事情 我們也想來聽一看我們財政部 開放政府聯絡人 楊大哥這邊的意見 就是從民間的不滿 應該這麼說吧 民間對政府 永遠都有更大期待 更大的期待 可是這些不滿 如何變成政策的嚴格 那我們來聽一下 楊大哥這邊的分享 好謝謝主持人 那各位線上的夥伴 那剛剛也聽到了這個志願兄 給我們非常專業的一個說明 那向來我們在這個軟體的一個開發 自動化等等是的確是少了這一個部分的思考 那我以一個我是承認 這個之前我是當然開發 我現在也是沒有了 那在剛好就是說剛開始唐鳳政委在 推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時候 剛好就是說 就由我來當第一任財政部的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我們也是在摸索中 逐漸去了解到這個制度 那穩扎穩打的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從這個案例分享 我們不敢說是戰身連連 但是關於這個主題啊 報稅系統如何難用到爆炸 就會可能在我們財政部就嚇到了一群人 那的確這個是網民給我們這樣的意見的話 其實我們也蠻難過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今天準備的一個 怎麼下一頁 直接按下一頁 那從背景說明來講的話 這個提點字我們知道 其實有人提案的話 要累積到五千人 那五千人 這個陳岸我們看這個右下方是陳岸 滑鼠界面沒辦法過去 陳岸的部分 陳岸要五千人才會 才是正式成立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雖然是致遠兄他提出來之後 那事實上大概一兩百人的一個交談 那可見說從此可以看得出說 其實我們是很在意這個平台上的一個發聲 那這個提點字 所以這個案子是從提點字出來的 那當然看到那個題目是 是很令人這個驚艷的 好那我下一頁 直接按這一個 我來好了 好麻煩一下 好就是說在這個106年的5月1號 我們看到了這個 這個報稅軟體難怪 看到這個提案真的是蠻難過的 那我先來說一個背景 下一頁 來 這個背景事情那個時候 剛好是5月1號 在勞動節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5月1號 勞動節 那網路既然 網路報稅塞車的一天 那媒體也爭相報導 那其實我擔任開放政府聯絡人 其實我也大概知道了說 這個對財政部是一個負面的一個影響 尤其是報稅期間的第一天 那媒體也就是說 這個報稅系統出問題了 那相對的立委也會開始就質詢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全國的一個大事 所以我擔任財政部PO 那就是說也知道立法院跟媒體 那通通在針對這件事情有責難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就影平台 那網友陸陸續續給我們一些批評了 那媒體們也會直接就抄 這個就影平台上面的批評聲音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說 跟朋友借電腦 Mac版不行的話 就跟朋友借個Windows 這老實講以我當PO的實在也聽不下去 那這邊也說 財政部說我們的報稅軟體是九成的滿意 立委也肯定啊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那事實上剛剛志遠兄也談過了 那事實上以往的報稅軟體 報稅報完了好不容易報好了 在最後面就是預設個滿意度 是滿意的嘛 所以我們收到 我們其實以部的高層來講 收到的都是滿意的啊 沒有這些問題啊 大概怎麼會今年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就影平台現在就是說 這個網民啊 就是說我們民眾啊 在就影平台 其實他們也會去注意到 在上面的發聲媒體也會來引用 所以說各位夥伴在就任的這個政府機關部門裡面 其實我們擔任PO 所以也要注意到就我們平台的一個發聲的一個溫度 跟他的內容 媒體還有這個立法院也都會引用來報導 所以我們也是很慎重的來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剛剛所談到的就是說 先不用到這一頁好了 我剛剛談到媒體 不管是媒體啦 還是說這一個是 這個立法院都會給我們一些負面的一個聲音出來的 但是我們也不會說因為 他這個題目叫做 暴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我們就拒絕去接受他啦 我們是採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當下其實我們就找那個財資中心的副主任 我就想說 有這麼一件事是真的還假的 他也緊張了 他也從來不知道這麼一個問題 所以他馬上就找同仁 趕快拿一台全新的Mac電腦 從頭開始來測試 結果不測還好 因為不測的話大家都想說是九成滿意 結果一測 既然四個鐘頭還不下來 原來好像是一個套件不支援的 下不來了 那造成那個爆炸軟體根本下不來 就卡在那個地方 的確是個問題 的確是個問題 就是說你基本上東西下不來就是不能爆 那難用 那難用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難用 整個過程到底有多難用 這是我們部裡面跟中心 覺得深刻體驗到奇怪 什麼叫做難用 這個也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我們就很慎重的看來 畢竟第一天我們5月1號 這一個報稅網路已經塞在那邊 同時又有志遠兄在這邊 用這一個辛酸滑辣的爆炸題目在這邊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就是有問題 那我們就來解決 那接下來就是說 來跟各位順便來介紹的就是說 當我們官方中心這邊 跟我這邊也通通不介入 就是讓網路上去發燒好了 我們看這個5月1號到5月3號這三天 那整個網路的聲線 這邊可以給大家一個經驗參考 就是說你看看正面跟負面 我們來看正面的 包括技術的一個建議 或者建議的提問這個部分 它的聲音只有28% 可是負面越罵就是越熱越燒 你看負面就是罵跟批評61% 那事實上你看惡意的情緒發洩 進來的有11% 所以整個負面的情緒在燃燒 就佔了72% 這一個頁面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網路上的聲音你不去 你不去溝通 你不去想辦法說明 或者是解決問題的話 它越燒越烈 它就變成這七成以上 都是在罵你政府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在平台上面 其實我們還是要就是說 面對它去好好的來處理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還是要回歸到 這一個聯絡人的一個制度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一個制度 我今天特別把它拿到這邊來 來跟大家說一下 當初其實我們也是 我是初步的第一任的聯絡人 所以其實行政院當時候下來的話 還沒有這個要點 還沒有要點 那它只有跟我們講說 要找一個 就是我們大家看到這個第五點的部分 要懂國會的啊 懂新聞的啊 還要懂資訊的啊 來擔任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整個財政部 找來找去 只剩下我一個 只剩下我一個 所以我就就任的這個聯絡人 而且它要專責的聯絡人 也就是說什麼事都不要做 好好的把這件事處理好 那因為我跑過國會 也做過新聞科的科長 也學過一點資訊 所以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來接受 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我們從它的要點 其實也大家可以看到 它第三點來談的就是 中央部二級機關都要是 要充分授權 這個是充分授權就是說 你它一定要有相當的授權 才能做相當的事 那由機關的副首長或資訊長 那機關的副首長這個就是 以我財政部就是次長 就是由我們次長 也是接任發言人的政次 來負責來督導 所以以我們來看就是說 我們好好的去看它的要點 就是說你一定要充分授權 那你還要懂得 國會新聞的一個概念 你在資訊上有相當的了解 而且要具有什麼 第四點 公眾溝通的熱誠 你要有熱誠 要熟悉政策的業務 對於這個 老實講 我向來都是在財政部工作 我在國稅局就工作了16年 所以業務也算有點熟了 那上用網路工具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要件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制度的話 它重點我剛剛也提了 要充分授權 由副首長來督導 還有熱誠來溝通 所以如果這秉持這樣的一個要點 你看我們這個要點 是在106年的12月 那事實上志文兄 他的提案是在5月就已經 5月1號就提出來了 那時候也是後來我們滾動修正 那行政院這邊才定了 這一樣的一個要點 那事實上我們前身就已經 在摸索 這個都是在摸索的階段 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也是很遵照 院的一個方向 來做這件事情 好接下來就是 再跟各位介紹 就是財政部 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運作機制 那我們看我們左上方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說 我們財政部每年 每個州 每週都有開輿情週報 那由政務次長當發言人 還有參與的對象 包括主任秘書 各機關單位的發言人 也就是副首長 所以不管是我們國庫署 副稅署署 官務國產 還有中興 這個的副首長都在裡面 我們每個禮拜會開一個 叫做輿情週報 那裡面談的內容就是 就是有包括這個媒體 那還有立法院的中藥法案的進度 那另外一塊就是我們把 這個開放政府的業務也放進來了 所以這個當時候就是說 志文兄的提案 我們就在這一個 我們週報裡面來談 我們來談說覺得 我們經過這個中興的測試 的確是有問題 那市長這一邊 聽到了有問題 那我們就接下來 一步一步去把它 按這個制度來進行 所以講起來也是天時地利人和 剛好有這個制度下來 那搭配我們財政部 它本身有一個運作機制在這邊 把開放政府的一個業務放在這邊 其實授權的程度是相當高的啦 畢竟是直接是由市長在獨倒這個業務 所以每一週發生了什麼事 他基本上都知道 所以志文兄有這個提案 那他也知道了 所以我們反應速度會比較快 就不用簽了 我們就是口頭報告在會議上面說明 就口頭簽了就處理 好那這個部分是說 以我的經驗啦 透過這個轉譯積極回應 那我們為什麼這樣透過轉譯是很重要 因為一般官方來講都是什麼 透過新聞稿 那也可能一份新聞稿發出去的話 可能你們拿到手上 很多民眾是看不太懂的 因為很生硬很專業 然後也不是看了老半天 不是那麼平易近人 那所以其實那個提案的部分 我是第一個 除了我之外 其實我也有請業務單位啦 因為說人家有問題 我們要充分說明啊 第一時間就要回應給人家 不能等到第二天 那所以我們就是 其實複稅署啦 那個財政中心 我們都有請這個同仁 上去要直接的來做回應 那其實以PO的話是 其實我做過聯絡 新聞科的科長也做過這個 這個國會聯絡人 所以大概就是說 我的手機大概就是24小時 都是會拍機的啦 那這也習慣了啦 那用平民化 直接跟網民溝通啦 那專責聯絡免上千層 剛剛講的 我們在會議就直接談一談 就定調 要怎麼來處理 那這個案子 我就講大部分 大部分八成是我回應的啦 那但是我們現在來回到業務單位來講 就是剛剛這邊來提的 就是說財政中跟副稅署 他們不太敢 因為總是碰到第一次 總是怕怕的 所以請他們上去回應的話 他們用匿名啦 那回答的也是怪怪的 他就回答說 不會啊我覺得 報酬系統非常好啊 事實上人家都罵翻了 他說他覺得很好啊 又免簽 回答的是怪怪的 那第三個部分 怕後續有責任不太敢回來 因為你有沒有授權 萬一答錯了怎麼辦 在網路上就留一個紀錄在那邊 會不會被 被長官責罵還是什麼 都有證據的 所以他們不太敢 大概只處理了兩成的一個回應 所以從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 一個PO的角色跟業務單位來講 事實上是還是有落差 事實上整個要做好還是 我還是認為說要充分授權 那接下來就是說 積極溝通導正議題 剛剛我們看 我們是5月4號 就是5月1號到5月3號 是讓網民自由發揮 就是批評跟罵 可是我們從4號開始介入之後 整個就不一樣喔 那各位來看看 這一個聲量的一個部分 整個你把它看 正面的反那個79% 接近8成 他提出了正面的一個建議 他也有一些技術 像志文兄這邊的話 就USUI專業的建議有一些相關的 還有包括 學校的資管的一個 資訊工程的教授 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還有一些專業的技術 這樣我是不懂啦 我只能說收下來 我請業務單位來處理啦 納入以後的規劃 那負面的你看看 惡意的情緒發言已經沒有了 罵跟批評也只剩下21% 所以從這邊來看我們就是說 逐一的回應 逐一跟他溝通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怎樣是不可行 所以你看整個正面的聲量 就上來了 到了8成 所以這一個部分 也是給這個線上的朋友參考 其實也不用怕說去回應 其實回應的 其實是收到很多的建議跟正面 整個議題就不一樣了 那所以這邊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其實逐一回應會得到成效不錯的 就是從MOD72會跑到正面 79 這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既然這個案子成立了 那事實上我們開的 我們在5月19就 透過行政院這一邊PITES小組 來召開這個協助會議 那來的成員就有 其實是產官學上班的代表都來了 當然提案的這個志文兄是一定要到的 我們開發系統的開發廠商這邊的官貌 還有財資中心 付稅署還有網友這個網友的代表 通通來了 那就是協助會議 那協助會議有另外的課程 我們當時候就是這樣 把整個我們的報稅系統來做進行的一個改革 那成果報告的部分簡單的報告一下 那剛剛志遠兄也提到了一些概念 其實都是我們蠻 對我們來講是蠻衝擊的 那我們這一個就是後續 整個在剛剛的協助會議完成一個 只是一個初步的藍圖跟架構 那真的要把它產生 形成一個實體的話 就是我們透過後續的 四次的這個精進的協助工作坊 工作坊 那我們邀請了民眾啊 社群代表啊 還有專業的一個領域 還有國稅局 尤其是我記得是這個民眾 我們還特別找 有使用Mac的電腦 跟沒有使用Mac的電腦 跟不會用電腦的人 也通通來參與 來看看他們的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就是說到了9月6號 其實蠻快的 你看三個月 其實我們工作坊 就已經產出互動界面的雛形 整個已經做了一個大改革 那最後面的話 整個Mac的報稅的話 隔了一年的報稅期間的話 我們從改善前改善的直接來看 那之前40分鐘 可能應該都還不會下來啦 可是那改了之後 事實上整個只要安裝讀卡機 跟這個評審的原件 大概5分鐘整個下來 事實上記者 記者們也很多記者去實測 都沒有超過10分鐘 這個是講 報稅完成的動作 而不是像我這邊講的 只是這一個下載原件而已 所以改善真的是 非有很大的一個進步啦 那最後的一個分享跟建議 就是說 當任開放政府聯絡的角色 那我這邊是提到幾點 就是說你可能也要就是說 有關新聞 本部會的新聞 你要稍微知道什麼在燒 那我們要以官方的身份 勇敢的用平民化的語言 來跟網民來溝通 我剛剛講的一些素質的比較說 不要怕溝通 那回應要快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想跟PITIS來求救 不是問題 那這業務單位的話 我講這個授權是比較難處理的啦 那我們也希望說網路溝通 其實要充分授權 要降低這個層級 它其實 就好像我們接電話的一個服務 宜蘭解答一樣 不要太擔心說 我回答的東西不太好 然後放在那邊 那這樣是不好的 那我們也是說 要用一個正面 建議 感謝 跟這一個 把平民化的語言 來導正 這個議題 讓大家網民 產生這一個正面的思考 來真正對 我們的政策或業務 能有所這一個 這一個幫助 好 那我的簡報大概就做以上的 簡單的一個分享 謝謝 好謝謝兩位精彩的分享 那個我們畫面可以切去 slide 因為我在 我在上面已經看到有八個問題了 而且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針對我們這個 我們財政部的夥伴 因為其實因為是匿名的系統 我想大概也有很多的公務人員 有一些實務的經驗啦 因為其實大家常常承受 民眾的情緒勞動 很多的抱怨其實都覺得 我繳稅給國家 你們做好是應該的 做不好當然就罵啦 那在大致上來說 財政部如何吸納這些抱怨 成為改革的動力 下面有一些細節的問題 包括說就是 你看就是 就算有Pedis的協作會議好了 可是實際上就是 在具體操作上 你們是直接委外給卓先生的公司嗎 還是說怎麼樣 就是在實務上 還包含說你要層層請示 怎麼加速這個流程 所以我看上面 雖然有八個問題 大概有三四個都是針對 所以表面上 正義平台提案之後 Pedis協作會議 到最後你們真的是 處理這個內部的 這個溝通流程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 財政部的同仁幫我們多說一說 謝謝 不過剛剛您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說 是不是委外給產 這志文兄是不是可以先 先說明一下 這一場其實沒有 這一場是完全沒有 這一場其實是完全沒有 這場其實是Pedis主導的 對 那氣平台提案其實就拿了 就是他有 他當時開完寫作會議之後 覺得這件事可以解決 就用開工作方式 可以解決的時候 他其實就 我當時他就直接幫我 報給行政院長了 行政院長就說OK 就去做 然後所以整件事情就 就好像沒有什麼阻礙 因為從行政院長下來 就一直說下去了 OK 所以參與的人 老實講就是志文啊 像包括我們財政資訊中心 付稅署 五區國稅局 然後我們又從報稅的 這一個樣件裡面 我們去找幾個 就是說你有沒有 你使用電腦的 使用Mac的 我們找民眾真正有參與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沒有參與的 大家拉進來 所以老實講 這個當時候是壓榨了 這個志文兄的一個know how 那事實上我們其實就是 共同努力想解決這一個問題 我們並沒有發任的 而且什麼委託 都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實際在政府部門的機制下去 產出的這樣子 OK 先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是這個有關報酬系統的 提案財政部市場受益 這個完成大致 我剛剛已經講過 經歷了多少受益 就是說其實5月1號在燒的時候 那一個當下我們就馬上 我就馬上跟市長來做一個當面告 那我們也協調了就是說 中心產出的一個測試的結果 的確是有問題 所以這整整短短的 短短的其實速度很快 那這邊所談到的 再到完成 這個完成是整個報稅系統的改革完成 如果是改革完成的話 剛剛我們的簡報大概有提到 三個月 老實講三個月雛形出來了 三個月最後的雛形 這個畫面的雛形都出來 然後就交給 交給這個資訊開發的廠商去產出 那當然後續我們還會去 會測試它那是後面 可是整個藍圖 志遠兄姊這邊的意見 其實都已經在三個月裡面 就把它畫出一個藍圖跟見面 所以我們這次的作法 這個案子的執行速度是很快的 那接下來好奇想問 這個同為政府上的外界批評 就開始做 所以不處理嗎 倒不是這樣 因為Jone的 其實我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案子在Jone平台 事實上它是沒有承案的 我們剛剛講說 承案要5000人 他們就去做了 要承案要5000人的連署 那其實這個案子大概 大概一百 還沒開始連署 還沒開始連署 他們就已經 就是在收集大家的意見而已 其實我們就認為 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我們自己還可以讓它更好 那既然有人願意 有人有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們就大家坐下來好好談 當時候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當時候並沒有承案 可是我們覺得是 該做的事 因為這個為什麼叫該做 報稅 每個人都一定要報 但是我們基本上無法接受說 有這麼難聽的一個批評 讓我們很訝異 所以我們就要 就是說 迅速的把它 這一個 我們是主動 在這個行政院 這個PITES的這個約會 我們是主動去提案的 說我們財政部 這個案子要主動來召開協作會 是這樣的 所以並不是 他並不是說 一定成案就一定要處理到 我們是認為說它的確是個問題 剛好可以藉機會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想說達到一個更好的 一個報稅的環境跟效果給民眾 其實這是我們的初衷 那我這邊想追問一下 就是當然就是還沒有成案 我們覺得該做的 我們就趕快趁機來做 可是其實在我們很多其他公務同仁的經驗裡 就是就算要做 譬如說你要提預算提計畫提提提提成 或者是找到公司協力的形式 就是有的時候不是我們 或許這一次是因為 PITES剛好有能力有技術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這邊來解決 可是其他的專案 或許那個問題擺在那邊 但是你沒有像一些key person 或者是一些協力的角色 搞不好就卡住了 所以其實這一次聽下來就是 有沒有比如說在人力調動上 或是預算資源爭取上 財政部有做什麼樣內部的因應嗎 其實還好就是說你所以錢 以剛剛講的就是說 整個後續的公司法 其實也沒有花到錢 反而是就是說 其實我們委託光貿的那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軟體都是光貿在開發的 所以當時候面臨比較困難的時候 那一年度來講 它只是一個基本維護合約 一個軟體開發之後 其實會很多年的維護合約 可是這麼大的改變變 看起來不是一個維護合約 就可以因為它動的程度太大 那當然也是我們財政部這邊 高層努力的跟光貌這邊來做協調 那所以老實講 我們也沒有 似乎也沒有編到特別的預算去處理這一塊 這當然就長期的合作之下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當然可能在怎樣的一個協調機制下去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別的預算 不過我講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些如果要花到錢 當然你可能要看你的預算 事實上有些東西也許不用花到錢 那當然剛好 老實講PITES也有這方面 當然唐鳳正偉他有這方面的一個專業 那再加上智原的這個專業的話 來講就水到渠成了啦 大概我講的是這樣 那各政府單位難免如果碰到 你就是說真的要找到一個問題 是可以解決 需要解決的話 我想可以動用行政的資源 當然你不見得在今年做 像譬如說我們這樣的一個案子的話 我蒐集了意見 藍圖再削開協作會議 事實上藍圖都畫出來了 但是你可能沒有錢 那你可以去編列明年的預算 如果涉及到修正法令 行政命令 那你也可以去修 那如果涉及到修法 走立法院的一個部分 只要認為是說有必要改進 我想政策也是一樣的 大概是提出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那這邊我想再把焦點 回到我們的智原兄這邊來 就是說看起來 報稅是一個長久以來的民怨 那剛好就是您戳破了這個點 然後馬上就是公布我們相關的 就是發現說 還沒有強暗題我們就趕快處理掉 那剛好有這樣子的技術能力 然後在預算不用太多狀況下 巴拉巴拉就把它完成了 今年的報稅系統 所以看起來您是那一個 臨門一角 那可是在後續的過程中 可以說說看 您在您的專業 在後續的這些溝通過程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私部門的這個協作角色 嗯我覺得其實 UIUX也是最近才開始 就是開始紅的 在社群開始紅的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都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去把它做成一個專案 那其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它對我來說是一個 室外計劃 就是它只是一個 它是真實要去落地的室外計劃 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沒有 我也沒有變成 我也不太敢收錢 因為我如果知道這方面的知識 但我其實也不確定 執行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那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就提案了 而且它就真實要去解決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從邊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去發現說 喔原來這邊要 這邊處理那邊處理 像上面寫的 我知道到底要問幾個人 對 那這些事情 那我也是先去問了 我不管了 先周圍先問一輪 然後看看說 然後再去找資料說 喔其實問三到五個人 的時候就差不多了 對 它其實我是邊做邊理解的 這樣子 我也不是很 不是馬上就知道了這件事情 對啊 那所以 所以你剛才問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事情 是我們一直在講 公司協力這件事情 不斷有人提到說 過去的其實就是政府委外 是個上對一下的火際關係 但我們現在其實開放政府的過程中 算是平行的夥伴關係 所以剛才無論是楊副處長 或是志遠兄都有提到這個 其實一剛開始大家都是有抱怨 抱怨之後一起學習 然後各自貢獻彼此的所長 才促成我們今天這個報稅系統的改進 那我想這邊還有幾個問題 也許我們先請楊副處長做個回應 看小節 一部分就是很多的公共同仁 其實對網路上的負面批評 你剛才有提到說 用白話的去回應 而不是用新聞稿 那具體來說 譬如說我要去哪邊學 或者是用哪些可以參考的模板 我覺得這是在群眾溝通上 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平民化的語言 這是你剛才的簡報 那志遠這邊其實說真的 大家對於政府都有期待 這些期待無論是以抱怨的形式出現 或是怎麼樣 很少有人像你一樣 就是其實會想要進一步的 跟公部門溝通 那你可不可以再分享其他 你的一些觀察或經驗 就是其實民眾有很多的能動性 並不是只是被動的繳稅和抱怨而已 那在這個開放政府上面 你的一些期待跟你的一些觀察 可以之後也跟我們學員們分享一下 來 我們先講一下 好 謝謝 那有關平民化的語言 其實來講就是說 你不要拿出一個新聞稿來念 公務人員當然是習慣用新聞稿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說其實它是一個溝通 就像你拿起電話來怎麼解決 民眾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其實PITES 我記得開放政府的一個課程 也有談到一個轉譯的一個課程 這個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其實概念就是說你要很清楚的來 尤其是一些法律的一個文字 這個就是說你 你經常用一個邏輯 或者讓人家易懂 不要繞來繞去 用咬文嚼字的法律名詞 來跟人家溝通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像你電話拿起來 你怎麼解釋給人家聽 那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說第二個問題 像這一個 其實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我們在跨 尤其是後面我們也有幾個案子 其實碰到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有這個制度 那各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如果有跨部會需要協作的 需要協力的 我們都會通知所謂的 該部會的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從在接下來的部分就是說 負面的批評如何去回應 其實負面會有所批評 它還是多少會有一個根本 其實說報稅 它有網民就罵 為什麼你不會直接把 合定通知寄到我家就好 寄到我的戶籍就好 其實我就上去 很簡單 你們都不用什麼報稅軟體 你就核定多少寄到我戶籍 我說我們當初有少這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呢 很多人是戶籍地在這邊 工作地在另外一個地方 或者是你是離鄉背井的 到去外面打拼的 因為這個對我報稅 這屬於個資 個資不能隨便用平信就寄給你 我大概是說 其實要回到它的根本 它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我們用委婉的說明給它 不過這個案子剛好也是說 因為有做過中所稅 所以對這些問題 其實我直接回應 基本上都還能夠處理的 也就是說回到業務面 就是說各位夥伴們 如果你要面對一個問題 可能你自己如果說 這個業務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就是要請業務單位上線來幫忙了 就是讓人家迅速得到人家的一個答案 或是不要讓人家誤解了 所以你只要做人家罵 稍微負面的一個聲音 你能夠解釋給他聽清楚 事實上就是化解了紛爭 我的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我們楊副處長 來靖遠兄 好 那我快速講 我覺得其實我們扮演的角色 不只是一個就是 就是我那天去打疫苗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人跑進去 一進來就大小聲在罵人這樣子 對 他在罵人就護士說 你怎麼...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就是護士他也不能跟他大小聲 對 然後他就是 他也沒有辦法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後來就是有人受不了的站起來 就跟他對嗎 就你夠出去 對 然後他們叫警察來 然後警察來的時候 警察也不能對他大小聲 其實就是公務員他有他的限制在 警察今天一進來就跟你大小聲 他也會被投訴 對啊 可是你今天你去扮演民眾的小聲 你去跟他抗議這件事情 我也是民眾 你也是民眾 為什麼你可以大小聲 對啊 就是你 你只站在你的角度去看 去要求這些人 為什麼你可以要求這些人 那我呢 為什麼他們要服務這麼多人 還要特別服務你 那我覺得這是類似的 就今天我是站在一個 就是我覺得這些事情會 會不好推動或不好發生 他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對 就是他不好去解釋這些事情 或是就是他這些公務警官 他站在這個角色的時候 不能做這件事 對 那我就覺得其實 嗯 像我當時就是要上線之前 我也很緊張 就是我覺得會不會 就是還是做不好 然後被罵 那後來就覺得 好沒有關係 就被罵 就是我被罵 我被罵完 罵個兩天三天算了 反正我這名字又不記得 人家又不記得 我就很敢去擔這個責任 是 對啊 那我覺得他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其實你可以讓這件事情變得更 大家比較有勇氣 比較敢往前走的一個角色這樣子 OK 對啊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扮演某一個角色 只是怎麼去發現這個角色而已 好的 其實志遠兄的回應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公民也是有它的意直性跟多元性 所以讓公民的意見可以合理的發聲 才是跟公部門可以對話的一個關鍵 否則太多情緒性的用詞 其實製造對立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唯有開啟對話 我們才能累積公共信任 好 再次感謝我們這一場的兩位語談者 為我們帶來這個非常精彩的案例 那提醒各位線上的夥伴 我們休息10分鐘 20分的時候我們回到活動現場 我們還有志遠兄要為我們帶領的一個工作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